中国武术在数千年的文化之中孕育出无数的杰出人才 这些人到底有多厉害 他们的武功到底谁强谁弱呢 快来一起看看吧 第十 李小龙 众所周知 李小龙是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 武术技技家 杰拳道的创始人以及中国功夫的首位全球推广者 李小龙让在武术上的造诣 可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的航空出世 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武术界有助恒久的影响 第九 杜新武 出生于慈利县江亚乡严版田村 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 是自然门开始鼻祖徐矮师的独传高足 也是自然门第二代掌门人 人称南北大侠 曾经加入同盟会 与当时贤达黄元秀 孙存周 郑左平等好友被称为虎林七贤 抗战时期在民国政府任职 时常口无遮拦地批评蒋介石和民国政府 1953年 84岁的杜新武在打坐时安然去世 第八 李月东 生于清朝武清城内一英时之家 自幼年起及匹号全棒 初恋少林等败家全数 李月东天资聪颖 甚至有过目不忘之能 练习武术十分刻苦 成年时就已练就了一身超群的武功 且屡战屡胜 未尝拜祭 拜武灵明师 娇英杰侠士 得内外加武功知经义 开创李氏太极拳 第七 黄飞鸿 出生于南海献佛山镇 清末明初具有代表性的红拳大师 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 同时也是一位玄虎记士 救死扶伤的著名中医 黄飞鸿五岁便开始习武 早年得到父亲传授 习得虎拳 贺拳 后拜铁桥三传人林浮成为师 学得铁献拳 又从宋徽堂处学得无银角 黄飞鸿的绝技就是 双飞驼 子母双刀 武狼八卦棍 罗汉袍 无银角 铁线拳 单双虎爪 公字拂虎拳 虎鹤双形拳 武行拳 罗汉金钱镖 四项镖龙棍等 此外 他善于武师 由广州师王之称 第六 郭云申 河北申谢马庄人 清朝末年的一位武术名家 幼年便习练拳术 后拜能燃先生为师 昼夜练习数十年 深得行一拳之精益 练就绝技半步崩拳 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而著称 他的拳术 静如泰山 动如飞鸟 如玉不测之事 只要耳闻目见 不管对方拳棒有多快 皆能必知 第五 董海川 生于清代家庆年间 幼时受堂兄影响 事武成匹 长大后身材魁梧 臂长手大 屡立过人 擅长寄机 并且秉性刚直 极恶如仇 十位贫弱者打不平 后来再在安徽九华山的 御云盘老祖 传授奇迹 创立了八卦掌 第四 杨露禅 河北省永年县人 幼时佳贫 十岁到河南门县 陈家沟 陈德胡家为同 从此亏习权益 功力大尽 疑自臣家 师兄弟多人与之较量 接拜于他手下 著名武师臣 长兴喜齐敏惠 正式收其为徒 近穿其术 因为武功高强 别人称之为杨无敌 第三 李舒文 河北苍州 沿山县王南梁村人 神腔李舒文一生 为人光明磊落 极恶如仇 他以登风造极的 经济纯功 阵邪恶 欲外武 以武扬威 欲满海内外 因其枪法 权术天下无双而得 刚权无二打 神腔李舒文之美誉 据不完全统计 李舒文弟子 传入国内外 现有万人之多 第二 李锦陵 河北省早强县 又成富裔 从学济机 少年是因聪颖及武术基础好 受到军中管带清朝军官的 职称宋唯一的喜爱 宋唯一是武当单派一位剑侠 对李锦陵丹传密 受了武当剑法 后得武当剑先之美誉 民国时期创立中央国术馆 山东国术馆 是近代著名的武术大师兼军事将领 武当剑术的传人 第一 孙禄唐 河北顺平县北官人 中国近代武术著名武术家 少师天资聪慧 勤奋好学 九岁丧父 由母亲韩兴如苦福养成人 十三岁时拜河北省民权师李奎原为师 学习行义权 不久便把行义权的真功学到手 然而他并不知足 又到北京跟八卦掌名师学艺 由于功夫底子深厚 又得名师竭力指教 尽得八卦掌精髓 后来徒步撞游南北十一省 期间走访少林 武当 罗梅 文有武艺超群者必然与之交集一场 但从未遇到过对手 在近代武林中素有武圣 武神 万能手 虎头少宝 天下第一手之称 1909年 俄国的武术高手彼得洛夫 在沈阳设下了擂台 公开发出情帖宣战所有的中国人 还口口声声称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 现在就是要来见识一下中国的功夫 更甚至在打败了前来迎战的挑战者之后 直接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为了表达对中国人的轻蔑 还将自己的一块金牌挂在了擂台上面 放话说道 谁能赢了我 这块有助无数荣誉的金牌就属于谁 你们还有谁敢上来吗 孙露堂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决定要让彼得见识一下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 直接就带住自己手下的弟子去到了擂台 在围观群众的呼声之中 孙露堂缓缓走上了擂台中央 而彼得看见站上来看起来文文弱弱 还上了年纪的孙露堂之后 毫不客气地奚落 我看中国是没人了 怎么一个小老头子都上来了 孙露堂并没有理会彼得的态度 而是直接淡定地开口说道 怎么比 之后 两人在裁判的示意下 决定两人分别打对方三拳 谁先认输谁就输了 彼得看住孙露堂大笑住说了一声 你可小心了 就朝住孙露堂的腹部卯足力气打了一拳 可是孙露堂还是稳稳地站在原地 脸色都没有变一下 这时候 彼得才意识到 眼前的人是个高手 拿出百分百的态度挥出了接下来的两拳 可是结果还会是一样 孙露堂还是照常站在原地 于是 恼羞成怒的彼得不顾事先制定的比赛规则 就叫嚣住冲上前想要打倒孙露堂 孙露堂从容应对 身形灵活移动之际 快而准地出手 几招就将彼得打倒在地 孙露堂的大获全胜让彼得狼狈逃回了俄国 也孙露堂也成功地捍卫住了中国武术的荣誉 大大提高了当时国人的士气 一年以后 奉命前来中国挑战的日本柔术冠军版元一雄 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就直接前来挑战孙露堂 还在战术中将两人的比试 上升到了国家对决的高度 孙露堂没有任何犹豫 就写下了这封挑战书 并且还让版元一雄自己选择对战的方式 当孙露堂的弟子们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都前来去劝阻他 说现在不是和版元对决的好时机 倒也不是孙露堂的弟子对他的实力没有信心 只是前不久孙露堂才刚刚痛失爱子 现在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现在贸然肩下挑战 他们都害怕对孙露堂的状态造成影响 可是孙露堂直接就拒绝了弟子们的提议 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 咱们习武之人身上肩负住弘扬中华武术的重任 现在日本人公然来挑战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缩 我个人的伤心难过不足以 与国家和民族的荣誉相比较 我会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应对接下来的对决 到了比赛那天 孙露堂同意了版元制定的比赛规则 只要他能够在版元的控制下成功站起来就算赢 否则就要主动认输 双方的见证人到位之后 孙露堂依照规则主动躺到了地上 版元则直接坐在了孙露堂的腹部 控制住了孙露堂放在胸前的手 等到裁判喊完开始之后 孙露堂直接就运动内力 压在背后的手灵活一转就抽了出来 食指和中指合并 在版元丹田出轻轻一点 版元就跌倒到了树杖之外 而他自己则一个鲤鱼打挺就灵活地站了起来 跌倒在地的版元还没弄清楚 孙露堂是如何出手的就已经输了这场比赛 他向裁判提出这次不算 是他没有做好准备才让孙露堂侥幸获胜 要求重新来比 孙露堂大度地同意了他这一要求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版元一雄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又输掉了比赛 这次版元一雄的踢管失败灰溜溜地回去日本 可是天性狡诈的日本人却怎么也不肯认输 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找回版元一雄丢掉的面子 于是十年之后 日本天皇一次性派出六名日本武士前来 中国再次挑战孙露堂 而这时候的孙露堂已经七十岁了 是中国人常说的冒蝶老人 这次日本人的阴谋又再次以失败告终 他们想要趁孙露堂年纪大的时候已多七少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孙露堂的武功深不可测 轻轻松松就可以将他们一起打败 事后日本天皇派人来到孙家 想要花大价钱将孙露堂请到日本教学 但是被孙露堂拒绝了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武术 不但成立了自己的孙氏学派 为中国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武术精英 还将自己多年来的习武所得全都著作成书 以恭候人参考 这就是中华武术 这就是中华武术人的精神